大家好,我們又到一些有罪的男士健康的問題 最近在一個很有名的人類生殖期刊裏面 發表了一個新的研究 研究是在1971年至2011年 這40年裏面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男性精役的改變 它的結論是很驚人的 在過去40年,那個男性精子的量跌了59% 香港大概跟很多先進的國家一樣 大概有每10個人就一個有不育的問題 而在男士來講,去決定能不能夠生育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精役的數量 少了六成精子的數量,其實原因很多 在醫學界或者科學界裏面 其實找不到一個單一個原因 但是有很多原因影響的 其中最令到我們擔心就是環境的改變 什麼環境的改變呢? 就是在我們的食物裏面 是越來越多一些化學品 包括是殺蟲的藥物 例如我們吃一些蔬菜水果裏面 其實噴了很多這些東西,我們不知道 第二個就是一些用在動物身上的荷爾蒙 這些有機的化學品其實對於人體的影響是很大的 除了這個之外,生活習慣,例如作息不足夠 淤酒,即是喝太多的酒,煙,咖啡因等等 其實都可以和精役的數量的急降是有關的 不過說這麼多,我也想跟大家說,不需要太多擔心 其實原來當我們定這個標準,譬如一CC裏面 究竟二千萬條、六千萬條 又或者是十條裏面,是否一定要六條健康的時候 我們說的是或延率,或者是說可能性 現在在現代醫行裏面有很多方法是可以彌補它的 譬如我們有一些叫人工的受精,有體外的受精 甚至現在科學發展到,它出很少有效的精 都可以我們用一條管,直接在微細的書精管裏面 抽取一個小量,可能在說幾十條 我們用眼都看不到的,就找一些最有機會的 相對健康的,是用體外受精的方法 注射到卵子那裏面 我想說這麽多就是兩個訊息 盡量是無論在我們食用 或者買,或者社會政策的時候 一定要拒絕那些食品裏面 有一些添加劑、化學品、殺蟲藥或者賀爾蒙 第二就是我們都有責任的 作為任何人都是在生活習慣那裏 這些都是證實是跟將來生育能力有關的 在現代的醫學來說,總有方法是幫到大家的 無論是很多不同的科學法的方法 或者一些人工的方法 不過到最後呢,我都希望大家都是正面去看這個生育的問題 因為在今時今日的醫學上 是有很多方法是幫到大家的 那這一節講到差不多 遲下再見,拜拜 拜拜